哈喽,大家好,我是佳豪,欢迎来到中国的频道 每个礼拜用几分钟的时间,帮你快速理解复杂的实施议题 最近中国就发布了他们最新的标准地图 一次过是得罪了很多东南亚国家 菲律宾啦,马来西亚啦,印尼啦,越南啦,都跳出来跳脚骂人哦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地图 几乎是把整个南中国海,包括沙巴沙瓦旁边都画进去中国版图里面 讲是中国他们家的哦 哎哈喽,中国跟东南亚差了几千公里咧 怎么这样远都可以讲是他们家的呢? 这个南海到底有什么好争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跟你一起去了解南海争议吧 在开始谈南海争议这个大茶饭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好康时间 哎,你有在做生意吗?现代人要做生意不难 不过做生意最麻烦的其实就是要开单 像是现在还是很多人都用Excel来开Invoice 然后因为开单系统不够Systematic,时常会开错单啊 搞错Invoice number啊,算错钱等等 而且这种传统的开单方法啊 不只是步骤本身很麻烦 要给客户的步骤也是很麻烦的 要Export开Email WhatsApp去Drop file 最后才Send到给客户 很多时候在外面遇到顾客吹Invoice 因为手边没有电脑,就不可以马上开Invoice 在这个什么都讲求快很准的时代 你慢人一步,很可能就会失去closed sales的机会 如果你有这个困扰啊,欢迎你来试试看 不顾100%云端会计软件 不顾是专门为马来西亚 SME打造的开单生气 开单完全不用烦,只需要从Drop down list 选好顾客选好Item储存起来 就可以生成美美的Invoice 前前后后两分钟都不用 而且做完之后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发送去客户的Email WhatsApp 不管你是用电脑Tablet还是手机 只要有网络,不管合时合地都可以快速开好一个单 另外不顾的Invoice也结合了Payment Gateway 你的顾客收到就可以直接点击上面的Pay Now Button 马上就可以付款 这个不只是对客户方便 老板也更早收到钱,完全就是双赢 更重要的是啊,不顾这个开单的Plan永久免费 只要Sign Out,连绑定信用卡都不需要 就可以开始使用 你还在等什么咧? 马上到我们资讯栏查看更多的资讯 你不试一下怎样知道好不好用咧? OK啦,那今天的广告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南海又叫做南中国海 是沿着中国、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 一直环绕到汶来、菲律宾跟台湾的这一大片海域 你也可以想象啦,因为包围到这样多国家 一定就是整天朝来朝去的咯 就像今天的主角,中国 他们的海警、军舰、渔船 一天到晚都闯进东南亚附近的海域 讲这块海是他们家的咯 以马来西亚来讲,从2013年开始 中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 就常常出现在沙瓦附近 到了2015年,中国的海警船 这届是Bug在沙瓦附近的巴丁与阿里的浅潭的 时间是长达整整两年了 2016年更加离谱 有整百艘的中国船 出现在同样的地方 这件事情后来就越来越夸张咯 从2016年到2019年这三年里面 中国的军警船队入侵马来西亚海域 是高达了89次的 到2020年上半年时间里面 短短的7个月 竟然就只有4天是没有出现在大马的海域范围的 马来西亚政府当然就有叫中国去解释 你们这样多船在我们国家附近,做么咧? 中国政府当时就讲 哦,是渔船去捕鱼而已 你不要干净,不要干净 这个回应当然就很多人都不买单了 沙瓦跟中国是差几千公里的 还这样多船,这些渔民是咸游多是吗? 做么你中国整天都要来到这边咧? 我们附近的海是特别香是吗? 南海到底有什么香的咧? 主要可以分成经济跟军事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就讲经济价值 那在南海这一带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天然资源 里面最值钱的就是石油和天然气 根据之前的测量 南海目前已经被开发的石油 就已经高达7一桶了 加上还没有发现到的油田 整个南海可能有280亿桶的石油量 这个数字是有几夸张咧? 等于是阿拉伯石油量的80% 躺着就够你赚到牛油了 除此之外 在南海捕鱼所带来的收益也是很高的 因为南海底下的海洋生态很复杂 什么鱼什么海鲜都有 所以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渔船 都要来这里捕鱼的 再来从古至今 南海都是一条很值钱的水路 因为从亚洲去欧洲的海路 基本上都需要经过这里的 每年预估流通3万亿美元的贸易 占了全世界海上贸易的三分之一 那除了经济价值 南海更重要的一点是军事价值 因为南海等于是中国对外最大的海路之一 如果大吉利市真的是打仗起来的话 南海被封锁住 中国就等于失去了一整个海上的控制权 很多分析也都推测讲 如果真的打仗 南海是中美两国爆发冲突的第一个战场 所以中国当然就无论如何都想要霸住这个海洋 怕给人家威胁咯 而他们的做法也真的是很中国一下的 这件事在地图上面画一个长长的线 讲90%的海都是我们的 前面讲到的这个线 从地图上看就是从中国大陆 延伸出来的9条虚线 也就是很有名的9段线 后来还upgrade到10段线 反正结论很简单 意思是这块海洋都是中国的 这边就很奇怪哦 到底凭什么随便画一下就都是你家的呢? 我现在地图上画一下讲 KLCC是我家的就是我的呗 那中国的理由是啊 诶 bro 南海从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咧 有几股咧? 我们从汉朝时期开始算起 2000多年前的中国股数啊 就有记载中国在这块地方上统治过 意思是啊 他们是最早在这片海上活动的 所以他们就claim讲 整片海都是他们的 这个吐槽点啊 是有点多的啊 第一个是汉朝的中国 跟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不是同一个政府来的 中间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朝代的更换 不可以直接讲是这样子算的哦 第二是现代国际的领土划分啊 也不是用先来后道去分的 还是要摆落去看的 以目前来看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规定啊 你的国家要在那片海洋有岛屿 附近200公里的海 才可以算是你的 那中国就距离南海降远哦 基本上当然是很难算是他们的啦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哦 中国也跟9个东南亚国家签署过一份宣言 讲好大家都要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不会去挑起争议也不会派人去无人岛上面住的 那样南海这块饼大家就可以一起开发咯 一起发大财咯 可是啊 中国并没有遵守这个约定的哦 从2013年开始啊 中国就被爆料讲 他们在南海上面偷偷填海做人造岛 而且这个岛上面还部署了很多军事设备 像是飞机跑道啦 战斗机啦 防空导弹啦 雷达系统等等 诶 怎么要做人造岛呢 因为我们前面就讲到啊 因为一个岛附近200公里的海洋都算是这个国家的嘛 那中国自己在南海上面是没有岛的 他就自己硬硬造一个人造岛出来哦 或者把一些小小的礁石也算成是岛 然后讲哦 你看附近这个海全部都是我们家的 不只是这样子哦 中国还整天闯进其他国家的领海范围 去骚扰人家的渔民 就惹火了很多的东南亚国家 终于啊 在2013年的时候 菲律宾就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 海洋国家的法庭啊 最后在2016年的时候 一直裁决中国九段线是不合理的 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公约的 不过裁决出来也是没有用啊 因为中国从头到尾都不care的 连听证会啊都没有参加 当然就不会理这个所谓的裁决结果 他们就继续在南海活动 这边就有问题了 中国这样的嚣张 这么这些东南亚国家要乖乖的听话呢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在内啊 很多东南亚国家虽然是很不爽中国的 但还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情的 除了是因为军事力量上差太多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也是因为经济压力 以马来西亚来讲啊 其实我们在南海课题上 向来都是最屌屌的哦 过去每次海域被入侵 都只是抗议几句而已 回头还是要维持跟中国的友好关系 毕竟从2013年开始啊 马来西亚就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的计划下被带飞的 很多发展是很依赖中国的资金的 甚至降多年下来啊 中国已经是超越新加坡 成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外贸市场上 就占了17% 第二个才是轮到新加坡的13% 而且中国又投资了很多钱 在马来西亚的基础建设上 像是MRT啦 东岸高铁计划等等 全部都是跟中国合作的 那安华上回了之后 也跟中国就签了价值1700亿马币的MOU 虽然MOU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啊 但就算是大饼啊 这个饼干屑掉一点点下来 也是够我们马来西亚吃很多年的啊 所以这就让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政府 都是一个很尴尬的 吃人嘴软嘛 要骂也就不敢骂了 甚至是在最近的东邪峰会上啊 都没有人去讨论中国这张新地图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样是不是讲 中国在南海主权课题上 就可以通行无阻咧 其实也是未必的哦 就有些分析就觉得啊 现在中美关系这样差 虽然东南亚国家都讲过 他们是不会选边站的 可是如果中国在南海主权上不让步 这些国家很可能会去找美国求助的 那他们在往后的国际关系上 就会更加的亲美咯 对中国来讲可能会是很大的挑战的 那美国爸爸当然也就知道这是心思啦 所以也就整天派兵派军舰来南海巡逻 讲要维护南海的航海自由 跟中国是分庭抗理 拉拢东南亚国家的 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议题的时候啊 觉得很特别的是 其实是有很多马来西亚人 对于南海主权的看法是有点分裂的 可能是因为对华人来讲啊 有不少人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所以看到这件事情 也就觉得有一点点的尴尬 连新闻好像都是很少报的 但是我们做这一集啊 是没有要占什么亲美亲中的啦 我们只是觉得啊 这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 其实很难有什么模糊空间的 我想不管你是亲中亲美 都会认同维护国家主权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他事情就算了 这个立场啊 就应该要踩硬一点 就做错了就表示有错咯 毕竟中国不是不会认错的嘛 我们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来的 当然啦 这个也只是我们出现的想法和真理 南海主权问题啊 还会怎样发展 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下去的 那最后也想要问问大家 你觉得南海是谁的呢 你是想看中国的南海争议的呢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给我们知道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欢迎你点击我们资讯栏的 不顾链接支持我们的干爹 让我们能够继续产出更多更好的内容 我是江欧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